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礼在吉英斯别克自家的穆加勒里举办 婚宴的餐桌上 马肉抓饭 绿谷塔巴囊 果酱 熏马肉 熏马肠 等穆加勒的招牌美食奇数登场 让宾客们食欲全开 大快驼一 在过去的哈萨克族民间 有这样一句俗话 美丽的姑娘食八十匹骏马 一个人生下几个女儿 就可以成为一个大八一老爷 如今 这种习俗和观念已有了很大转变 接放司令们也自高奋勇地参与其中 有人负责钻茶倒水 有人负责物品采购 有人负责迎来送往 各项流程还感的景然有趣 很温馨呀 因为在自己的家中 这么多亲朋好友无拘无束 然后有一种安心踏实那样的感觉 真的是没有那样像在现代婚礼这种的 那种紧迫感 那种压力感 对 所以就是很舒服的 新郎特列克·达乌里说 当自己的岳母和他商量 要把他们的婚礼从外甥的成人里一同举办时 他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我的岳母大人 他又惦记他村子这么一份心情 又惦记我这位女婿 这么一个心理 然后老人家可能也想到 他女儿也想有一份早点的归属 老人跟我商量 看能否让我们把这两门 这个外甥的成人礼和我们的婚礼 举行在一块说 我们就很痛快地答应了 婚礼的出嫁礼看起来随意自在 但该有的仪式一个都没有少 在众人的期待目光中 新娘努力哈与新郎特列克 布鲁丁堂 接受着老人们抛洒的卡秀 哈萨克族在遇到喜事时 都要抛洒乃疙瘩 糖块 保尔沙克等称之为卡秀 现场众人争着时间 沾沾喜气 随后由长辈们在场送出巴塔注资 巴塔也是哈萨克族鼓风族 老者祝新人婚姻美满幸福 长者也在看着我们 面对面地对我们说 说是他的祝福语言 说是他对我们的期待 说是他对我们的祝福 那种心情是真的 特别 真的是说到新坎里去了 因为 谁不想自己跨得好一点 然后也对未来也是 有那样的憧憬 然后得到这么多人的祝福 很开心 满心欢喜 期间 还有人专门为 祝辞的男性长辈送上加盘 为女性长辈披上披肩 表示感谢 随后双方亲人 跟随着音乐一起跳起 哈萨克族民间舞蹈黑走马 听着长辈的祝福 吃着自家的饭菜 欣赏亲友的歌舞 没有太多繁琐程序 这让特列克感到安心踏实 更多的感觉就是一个家庭 带给我的这种责任感 对于未来的规划 对于未来生活的种种 可能都肩负在一个男人 一家之主之上 所以 当然也很开心 对 当然也很开心 但是更多的是可能肩膀上这一份责任 成家 立业 生儿育女 养老尽孝 这个也确实是我们哈萨克族的传统 对 金额斯别克为儿子准备的成真礼 也是别出心裁 由演艺人员唱着歌 牵着小朋友的手 走进客厅 接受家人的祝福 女孩出家了 有这个女孩的爸爸这一方的整备 给这个女孩就是提出祝福 就希望她在今后的日子 两个人过得幸福快乐 小孩隔离 主要就是爸爸这一方的长辈吧 让她 让她在这个今后的生活道路上 好好学习 让她 学习好 比别人更有出色 忙碌了数日的金额斯别克 在将自家的亲朋好友送走之后 再次把妹妹的婆家人请上座 明日 他们将随妹妹的婆家人一起 前往新疆最北部的阿勒泰 继续参加婆家的迎新礼